地震已經開始在搖了水 很明顯的一個波動 吊蝦池的水面突然劇烈波動 受到地震影響大力搖晃 差一點池水就要噴濺出來 那時候還有客人 搖了快十分鐘 突如其來大地震 有吊客趕緊離開現場避難 另一頭宜蘭的超市 不但貨架上商品被震到掉落 裝飾玩偶也劇烈搖晃 越來越來越來越大 就連住家內水晶吊燈 也劇烈搖晃發出碰撞聲響 鏡頭一轉花蓮和平村震度達四級 地震發生時有小狗被嚇得逃窜 十一號凌晨大地震 不少人從睡夢中驚醒 凌晨三點二十四分 花蓮外還發生規模五點九地震 最大震度花蓮和平宜蘭達四級 台北桃園新竹南投震度三級 地震發生台鐵部分列車也一度延誤 地震後台鐵按各級規定 區間慢行 清晨恢復正常行駛 共影響十八列次一百四十三分 旅客約七百八十四人 所幸並未傳出災情 今天為止 規模超過五的地震 五十五個 昨天的遺震確實比較多 所以我們要注意的是今天 今天九一八的遺震的狀況 這起地震成因是菲律賓海板塊 從東北方陷入歐亞大陸板塊 被稱作陷落型擠壓 屬於潛層地震 地震中心警告 未來兩天內可能有規模四點五地震 是否會如同九一八強震 發生前震隨後有更大地震 專家們也很擔憂 規模五點九它並不是很大 它當然會有一個遺震 其實我們有時候擔心 它是不是像上次一樣是個前震 後面會跟著一個比較大的地震 今年地震偏多 地質專家密切觀察 更警告南方板塊 可能因此被牽動 有機會發生更大規模地震 提醒民眾平時要做好防災準備 記者林醫生六級交理 信仰賞於宜蘭花蓮台北採訪報導 啟動 接著